歡迎收看整輪博愛車 我是小K 有沒有看到這麼大的休旅車 前面Range Rover的字樣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全新的Range Rover Sport 目前最新的版本 它是第三代的車型 那為什麼會有Range Rover的出現 主要在於說 它是將Land Rover的越野飄漢的性能 然後再加上豪華舒適的一個配備 跟整個乘坐的回饋 才會出現所謂的 頂規的Range Rover這個系列 那Sport的版本 當然顧名思義 它會比較著重在運動方面的表現 今天我們介紹的就是 全新的Range Rover Sport 在外觀方面 如果要跟上一代的Range Rover Sport 比的話 會覺得好像整個造型 沒有改變得很明顯 那大致上它還是維持原有的家族設計 那另外它也保留了 他們家非常特別的這種 磅殼式的引擎蓋的造型 那這種磅殼式的引擎蓋造型 其實在很多的越野車上面 其實也都可以看得到 車燈的設計 大致上也是從上一代延續下來 那當然這一次它的車燈的配置 有點做了新的改變 那採用的是Pixel LED 矩陣式的LED 它整個造型 尤其是從車燈跟水箱罩 整個感覺壓得更扁了 整個流線跟平整化的感覺會更鮮明 雖然它的車頭看起來 平整化的感覺非常的高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的層次感還蠻豐富的 引擎蓋下來就是水箱罩 水箱罩再來又是一個 車身銅色烤漆的保險桿的位置 那下方還有一個中網 然後再一層 下方還有一個氣把 所以你們發現它好幾個層次 但組合起來 就是一個看起來 就像一個方形平面的一個車頭 另外 今天我們介紹的這輛車 它還有很多的選配 還蠻厲害的 那待會就一一來告訴大家 使用汽油動力的Range Rover Sport 它使用的是3.0升的渦輪增壓動力 排氣量是3.0 最大馬力400匹 最大扭力56.1公斤米 採用的是輕複合油電系統 在動力方面來說 我覺得以3.0升渦輪的表現 400匹的動力 絕對算是非常的厲害了 相較於它的柴油部分 因為它的柴油畢竟 訴求的是在馬力的部分 所以柴油雖然一樣是3.0的動力 但是它的馬力只有300匹 差了100匹 但是扭力柴油還是比汽油高了許多 就看你的選擇 來到車子的側邊 我認為如果你喜歡Range Rover Sport的人 你一定要好好的從它的車側的正面 好好欣賞一下它整個車身優美的線條 前輪的部分 來看一下 黑色的23吋的輪圈 它標配是21吋 已經很大囉 那我們這次試駕的車子 它有選了一個23吋的大輪圈 然後裡面紅色的卡鉗也是選配的 雙色的車身 尤其這種懸浮式的設計 這個也是黑色套件 還有黑色的亮色的照後鏡 另外Range Rover Sport 也保留了他們家最經典的一個高腰線的設計 那這個腰線呢 不對 這個位置應該是尖線 這個尖線是從整個引擎蓋的線條 一路橫跨車身到車尾 那你會發現 整個車側好像也沒有太多的線條 就像一個方方的大盒子 那這也是喔 延續越野車設計的一個方式 車門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採用的是隱藏式的把手 當你需要開門的時候 中間有個按鈕按下去 門把就會伸出來 然後照鏡打開 另外 打開車門有沒有發現 它也是一個長板全包覆式的一個門板 一路包到車底 那這也是很多休旅車或越野車會使用的一個設計 那重點在於說這樣的一個設計 比方說你經過泥令 或者是一些積水比較高的地方 它的水呢 就比較不會潑到內部的門檻上面 好 車尾跟車頭一樣 它採用的是一個大型平面的一個造型 那整個車尾燈它並非是貫穿式的 但是 它整個從左右兩側的尾燈 加上中間的車型名牌 搭起來看 好像也是這種貫穿式的設計 那一樣 它用的是黑色套件 連車後方的Sport字樣 字樣名牌也是黑色的 它的 後擋風玻璃的魚刷是 藏在內側的 那另外往上看過去 兩個鯊魚棋的天線 很特別喔 以往都看到的是一個 它用的是兩個 而且 你會在 左邊的鯊魚棋上面 看到一個小小的鏡頭 那這個鏡頭 就是來提供車內的中央電子式後視鏡 那再來 既然是一輛大型休旅車 我們一定要來看一下 它的置物表現 它的內部容量基本上就有647公升 另外 戰板打開來 因為沒有備胎了 所以它下方還有一個 很充裕的置物空間 如果你需要放更大的物品 那你需要把第二排的座椅傾倒 那這一部分也不用想說 你還要跑到前面去翻椅子 不需要 Range Rover它就是要你 什麼事情 只要按按鈕就好 不需要親自動手 即便是 座椅傾倒 你只要 一鍵按下去 它就可以 自動幫你把 第二排座椅傾倒 甚至 副位也沒有問題 好 你們看到 非常的方便 所有的東西 你都不需要自己動手啦 想知道休旅車的豪華天花板在哪裡 你坐一次Range Rover就知道了 首先 坐進來了之後 你第一個會覺得 這個座椅軟硬 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還有一個重點 它的椅面的長度非常長 它不需要額外的做所謂的 腿靠延伸 它就給你一個很好的 腿靠支撐性 另外 它的頭枕的位置 恰到好處 我自己很喜歡 這種 頭靠得到的頭枕 因為這樣開車其實是比較舒服的 另外呢 這個方向盤 它也採用的是多功能的方向盤 它所有的一些配置 都可以在方向盤上面找到 比方說 LV2的控制介面 儀表板的選項 甚至連抬頭顯示器的設定 全部都在方向盤上面 那另外 我前方的這個 13.7吋的數位儀表板 它的功能也非常多 而且 它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或是你的需求 來設定它面板顯示的一個配置 比方說現在標準配置 它把這個儀表板 分成三個區塊 那它各有三種顯示的方式 那如果你不喜歡也沒關係 你只要用方向盤的快選按鈕 進入到選項裡面 你就可以去編輯你想要的 儀表板的一個顯示配置 另外 它連抬頭顯示器 顯示的數據 都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來做搭配 這個非常方便 觸控板呢 它使用的是 13.1吋的 那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你可以設定 單純觸控或者是有一個 壓桿回饋的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 有觸覺回饋會 對我來說會比較 操作上面會比較 輕鬆也比較精準 比方說你要用力壓一下 你才能夠知道你到底有沒有按到那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功能 簡單介紹幾個 首先看到全車尺寸的功能 這個非常方便 那這個方便的重點在於說 你可以知道你的車長、車寬、車高 尤其是車高 因為 Range Rover Sport 採用的是 氣壓懸吊 它的高低 總共有四段可以調整 所以你可以依照上面來看 你目前 車身的高度 再來還有一個 射水感測 好 射水感測 代表就是說 當你真的需要到野外去 或者說前方有一個 可能你要塑溪或塑水坑的時候 那它會告訴你 你目前的車高 可以射身到多高的深度 那Range Rover Sport 它最高 可以射水來到0.9米 那這個高度非常的高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 Dynamic One 這個功能上面有一個安全帽的符號 當你按下去 很簡單 這就表示說 你的整個車子 都已經以 所謂的一個 最高的一個性能規格的設定 來進行 它的一個整體的一個配置 所以它等於是賽道模式 那你看不管是有引擎 轉向、換檔、懸吊 全部都可以進行調整 就代表說 它還是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來展現它 它動感跟性能的一面 再來 它還有我非常喜歡的 無線 Apple CarPlay 那也因為它的螢幕夠大 再來 它的這個橙色 顯色方面來說 非常的飽和 所以它整個 展現上面來說 你會覺得這個螢幕看起來 解析度好像更高 比一般的車載機會更高 看完了中控螢幕 來往下看過去 有看到有沒有兩顆圓圓的旋鈕 這個也是厲害了 這個是冷氣的控制介面 其實下半部都是冷氣的控制介面 而且它還有隱藏了一些功能在裡面 比方說 基本旋鈕 你旋轉它 就是調整左右雙區 很溫的一個溫度的設定 但是當你往下按下去 它會出現一個座椅的符號 因為這個車子呢 有冷暖座椅的功能 你往右轉 顯示成紅色就是加溫 往左 變藍色代表現在是通風 那壓下去是控制冷暖座椅 往上拉 它可以控制風量 冷氣的風量 所以這兩個旋鈕非常的方便 往後看過去 看到這個非常有質感的 皮料包覆的線控式排檔桿 這個排檔桿我們就不多說了 重點在旁邊這個按鈕 這個算是一個行車模式的快捷旋鈕 按下去它會升上來 升上來之後 我來看一下它有幾個 它總共有非常多的選項 有九種模式可以選 除了剛剛講的賽道模式之外 還有省油、舒適、草地、歷史 這種比較未鋪裝露面的 再來還有泥濱地面 另外還有沙地、攀石、石頭、射水 以及最後的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做可程式化的自行設定 它的後座我覺得除了舒適之外 一樣有滿滿的科技風格 那首先坐到後座 除了舒服空間很寬敞 然後整個座椅舒服之外 在這個選配的這個擠皮的 雙色的內裝的天篷 你從後座看過去就會發現 整個視野明亮了很多 再來它還有選配了這兩具 11.4吋的多功能的影音螢幕 在後座門板上面 它還升級了Meridian 3D的環繞音響 當然目前的話它的標配也是Meridian的影響 只是沒有3D環繞 車門車側一樣看得到這個 鍛造碳纖維的飾板 另外它還有電動的 以背可調整 那所以整體座上來 你會覺得整個座椅 除了寬敞明亮之外 它還有很多的便利跟科技的配備 對於整體喔 這個Range Robert Sport的駕駛感受 我還是一樣只有一個字 爽 但這個爽的感覺 比較是偏向在它的舒適 跟整體動態上面一個讓你感覺到安穩 跟平穩的這樣的一個回饋 雖然它的Sport模式真的很厲害 尤其是它的賽道的模式喔 你設定到賽道模式了之後 整個車子像脫胎換骨一樣 但當然它這個400p的渦輪增壓的引擎 它的性能跟扭力都沒話講 它在動態的時候 比方說你比較快速一點的轉向 它的整個擺盪的幅度啦 或者是你整個操駕上面 你都還是會覺得沒有像 比方說性能車或性能 性能防車或性能先輩車 這麼的零力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輛 以休旅車為基礎 然後又加上了越野車能力的一輛大型的豪華休旅 所以以休旅車的觀點來看的話 那這太棒了 它除了有足夠的空間 然後很高級的一個車式的一個用料 還有一個舒服的回饋之外 它的車高因為它夠高 所以整個視野會非常的好 那再加上它還有四段可以調整的這個氣壓懸吊 所以你開在路上然後聽著Meridian的音響 你會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享受 雖然它有一個很好的越野能力 但是如果是以台灣的用路環境來說 你就把它當一個超級豪華的LSUV來使用就好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們試駕Range Rover Sport 一天的心得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有adequ 見面 看 我們下集夠了 我們下集夠了 我們 Deutschen 我們下集更多的是